上一集我们做了 Pro Duo 2020 年会引进的新车 反应非常的热烈 接下来我们就进行第二集 讲的就是目前马来西亚销售第二名的 Proton 在 2020 年会有什么新车 你期待吗? 期待的话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在 2023 年 Proton 一次过它推出了两款全新的车型 分别是 S90 还有 S70 其实以一个品牌来讲 要 Launching 那么多的新车其实是不简单的 但是在 2024 年呢 它们的产品可能没有那么惊喜 但是其实它们一整年都不会太平静 首先我们先来讲第一款可能推出的新车 也就是 Proton S70 的小改款车型 在网络上其实已经有非常多人目击到 Proton 正在测试这个 S70 的小改款车型了 那么这一次小改款跟大改款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些消息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跟网络上的传言是一样的 Proton S70 的小改款呢 它会采用跟这个 2022 年博越一样的外观设计 也就是全新的 LED 头灯组 跟全新的水箱护罩设计 这个水箱护罩设计呢 会更为偏向这个 S90 还有 S70 的这一个星星点撞式设计 这个也是 Proton 全新的家族外观设计啦 但是根据目前已经掌握到的消息呢 这个车尾的设计就不会跟国外的版本一样 采用这一个 3D 点撞式的设计 还是会维持目前现在的设计风格 其实可以明白啦 因为这个主要就是为了节省成本嘛 当然啦 这个是小改款的车型 所以它的外观设计部分呢 就不会像这一个大改款那么多改变 基本上还是维持一样 但是以目前的标准来看 它还是一辆C-Segment 的 SUV啦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讲到它的内装设计 讲到这个内装的设计 大家应该会先想到 吉利在 2019 年末推出的这个博越 Pro 的这个内装设计 那个内装设计对比现在的博越或者是 S70 呢 真的是好看很多 那么马来西亚版本会不会采用这个设计风格呢 答案是不会的 根据我所得到的消息呢 马来西亚的这个内装设计呢 还是会跟原本的 S70 一样 但是有一个改变就是它的触屏主机 因为现在的触屏主机尺寸可能有一点小 而且很多人投诉它会有一点 lag啦 所以 Proton 在这一次的小改款上面呢 也会采用全新的触屏主机 这个触屏主机就跟这个 S90 还有 S70 一样 它是一个全新的这个 12.3 寸的触屏主机 它的记忆体是 6 加 64 为的就是确保日后的软件升级呢 可以跟得上 所以大家不用再担心它会 lag 了啦 然后除此之外剩下的细节是一模一样的 它也同样的也是会有这个先进的主动安全配备 包括这个车道维持系统 自动紧急刹车 前方撞击预警 跟 S70 主动是定速循环 另外根据一个未确认的消息 就是这一次 S70 小改款的 S70 呢 会支援 Stop Angle 的功能 要知道就是小改款前的 S70 呢 其实它是没有 Stop Angle 的功能的 如果可以加入的话 其实它的竞争力也会加强一点啦 然后最后点就是它并不会有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那么在引擎的配置部分呢 预计还是会采用一样的设定 也就是 1.5 公升的 3 缸 涡轮增压引擎 还有 1.8 公升的 4 缸 涡轮增压引擎 这个部分是没有改变的啦 因为它主要还是小改款 所以它们就是以一个外观升级 跟配备加强来吸引消费者 预计这一款车会在 2024 年的第一季度发布 那么第二款车型其实也是一个升级版的车型 也就是 Proton 的 X50 作为目前马来西亚市场最畅销的 B-Segment SUV 之一 其实 Proton X50 就算是放到现在呢 它的竞争力还是非常的强的 但是原厂还是会为它推出一个升级版 不过这个升级版的改动并不大 据悉在外观设计的部分呢 只会有一点点的改进啦 就是可能原本一些 Chrome 的地方变成 Piano Black 就跟之前的这个 S70 MC 是一样的 那么它这辆车最大的改变地方在哪里 就是在它的内装 因为在内装的部分它跟这个 S70 一样 它会更换一个全新的触屏主机 也就是那个 6 加 64 的主机 因为以目前 Proton 的战略呢 它们是要给到马来西亚消费者一个智能座舱 就是这个智能主机呢 可以取代我们现在 Smartphone 的很多功能与配备 我不知道它有没有达到它的目的 所以可以请各位 Proton 的持组留言 跟我们分享下你们的看法嘛 另外一点就是这辆车原本配备的东西 就是那种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也会被保留下来并不会有太大的更改 不过我觉得有小几率呢 这个 Proton S50 的升级版车型呢 会在 Premium 车款也给到你这个 Atas Level 2 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价格不要涨太多 那么这款车应该还是会有很强的竞争力的 讲完 S50 之后我相信大家会问 诶 之前不是在公路上面 他们有看到这个博越库 正在马来西亚进行测试吗 不过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 马来西亚的 S50 小改款呢 并不会是这个炳越库的外观设计 那么为什么炳越库会出现在马来西亚市场呢? 其实主要就是为了测试引擎 因为我们都知道嘛 这个吉利在中国是有一个全新的 1.54 缸涡轮子的引擎 未来这个引擎呢 除了吉利使用之外呢 它还会在 Link & Core 甚至是 Volvo 或者是 Proton 车款上面使用 所以他们需要在海外进行测试 来印证这个引擎的耐用程度 那么 Proton 以后会不会更换这个型的引擎呢? 暂时还不知道 如果以后有消息的话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 一连讲了两款小改款或者是升级版的车型 难道 Proton 就没有新车了吗? 其实还是有的 其实目前所知 Proton 有两款新车正在进行计划中 其中一款就是传闻中的 Proton S84 这款车我们之前有做过影片的 所以大家可以点击下方的小拜见 来观看之前的影片 另外一款车就是电动车 因为目前马来西亚政府呢 极力的推动电动车 而在之前 S70 的发布会上面呢 这个 Proton 的董事长呢 也暗示了 Proton 的电动车即将来临 而其实我们有线人表示 Proton 之前在马来西亚 已经开始了一场市场调研活动 他们展出了一辆电动车 那辆电动车其实就是 PANDA MINI 也就是熊猫 MINI 啦 其实在中国它是一款小型的电动车 续航大概只有200公里左右 你可能会觉得这样子的续航不大足够 可是对于只在市区驾驶的朋友来讲 这个其实已经非常好了 那么这款车会不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呢 同样的也没有太多车消息 但是根据 Proton 之前一直以来的做法呢 他们会进行市场调研呢 这款车引进马来西亚市场的几率就很大 那么我们也会挖一挖这些新车的消息为大家送上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新车就算引进 可能是2025年的事情呢 所以在2024年呢 Proton 基本上会以这个优化跟升级目前的车款为主 另外据说呢 Iris 跟Persona 可能也还会有一个升级车型 是不是真的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个Proton X50 的升级版跟Proton X70 的小改款 你比较期待哪一款车型 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内容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